最猜不到的就是美國依然到今天為止 繼續呈現它的抗跌力 可否這樣說呢 因為年至日 其實你看到標普500回調只是5% 而過去一個月其實低位反彈上來不少 你的NASDAQ又跌過兩成 但也由低位很快反彈上一成 感覺上成熟的資金最終挑選到市場的膽子依然在美國 Billy 你會否接下來幫我們選擇 例如我們未來一年的配置NPF 在市場上的部署譬如1、2、3 你會怎樣幫我們排名呢? 我想歐洲本來我們也看好的 但是俄烏衝突又確實是對它的基礎會有影響 你今天來說美國可能是比較貴一些的 再加上它價值 但始終它經濟數據強勁 它的基礎都不錯的 那抵買我想是中港、大中華抵買 所以如果你要我排名的話 那我會想大中華、中港就是第一 那美國第二、歐洲第三 嗯